我家小妹丽华 从小遇到事情就微微缩缩 结婚三年 先生往生 她整个笑容就消失掉了 我小姑面临的那片天垮下来 有两个小孩 几位出生的 真不知道她的日子如何走下去 有时候天很冷的时候 看她这样骑着摸摸小的车 穿着小黄色的雨衣 这样子默默地坐 我就有一次就看到她 怎么一晃眼坐十几年了 这种精神让我觉得好感动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默默十几年 因为我从小就是被家里人宠爱长大的 结婚第三年是先生车祸往生吗 那想到小孩子还那么小 心情不好看一间小事我们会把它扩大 小孩子不听话的话 我都会把它抓到厕所去打 然后少少就介绍我来实际做 看我的心情会不会好一点这样 中泰 中泰 那几包 五百 这样喔 一包 那如果做不好就说一句 没关系 我们粘米给你倒三天一 对吧 中午休息的时间 或者是下班的时候 她就开始做 我们中小七的本来就是垃圾比一般家庭用的还多 还有那些塑胶袋的时候 她就会顺便把它这个洗一洗 这个塑胶袋 她就会把它这样子 把它洗到干净为止 然后晒干 我这里有地方可以晒 完全的晒干 这样子回收干干净净 但我很压抑说 回收可以做到这么细微 这样子一处都 都这样做干干净净净 所以渐渐的影响到我的家庭去 我在想其他的同事也有这种感受 一定有的 这个就是她刚刚用那个 recycle的水洗的 你看本来是很脏的 里面都是面粉的 或者是里面都是绿色的茶粉之类的 它洗得这么亮 而且完全都没有浪费到我企业组的水 它是那个雨水的时候接下来的 recycle的水 可以做到他们洗的 刚才都整理得这么漂亮 我为什么不提供这么友善 搭爱的环境给她做呢 她在做的时候 我就感受到她是这样子做 然后每次这地方的时候 这边做 然后那籽类 你看她洗得干干净 从此之后我才知道说原来 这个便当盒可以这样洗一洗 我从来都不知道 从这样油油的 这样可以再回收 我不知道这个东西可以recycle 我从她身上来才知道 七八年前的时候 我们环保站没有在收塑胶带 可是我看到公司塑胶带 就一袋一袋的就是垃圾车站中 我在上班的途中 有看到伯伯在回收 后来就心里想说到底要不要去 我就是游宜的有一阵子 做了环保 比较会去跟人家互动 后来互动一两年后 绝非只向那个塑胶带给他的时候 他是就不管我大车小车 他都给我一百块就对了 所以我就想说 伯伯也不知道什么名词 那我只是让他姓何 那我就用何之言的名义 给他监装国际政材 伯伯 你又在等我了 你休息了 这要放哪里 你放那里 不管刮风下雨 或是他都会等到我 他就是给我的宝特瓶 礼罐 还有比较之前的他都会留给我 从来进市场 我就带来进市场环保站 如果没有的话 就是带到旧董事件 家那个车库的环保点 也是不一样就是 公公婆婆她们投入环保 也是受我想夫的影响 从社区开始 婆婆一直参与到现在 你知道不是去吗 对啊 我回来了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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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你这森董事件 我这不可以了 森董事件 清洗剧要回缩了 你不记得了吗 你这家的都有 这可以带去 这清洗剧啊 你这家的都有做 现在 我公公也从他公司的左邻右舍开始收集做环保 我公公也从他公司的左邻右舍开始收集做环保 带着环保车带回环保站 来 做小银 我小姑进入了慈祭以后 生命好像找到了方向 整个人变得很阳光 笑容也变多了 好 麻烦过来